小老太爷瞪着眼睛看蒋氏 说 口齿不太凌厉地追问 说 到底 怎么回事 蒋氏盲说 哪里有什么事啊 都好端端的 说着去为老太爷喝水 老太爷奋力挥着手臂 顿时将茶水打翻 蒋氏吓了一跳 忙用手帕去擦 下人也都赶过来伺候 蒋氏不知怎么才好 老太爷 您这是要吓死切身不成 说着顿了顿 家里都好着 六老爷的案子还没有审结 您怎么就不信呢 杨老太爷看向站在一旁的两个丫鬟 蒋氏的脸色顿时变了 看向旁边的妈妈 妈妈一脸灰色 七小姐让童妈妈带着人去查抄下人的东西 蒋依奶奶让人不要惊动老太爷 但是背不住这下人撕下了议论 老太爷您放心 没什么事 蒋氏仍旧劝着 您将药吃了 吃了药身子才能好得快些 姚老太爷来了脾气 转过脸去 旁边的妈妈说 这个怎么办 蒋氏没有了办法 蒋三老爷请过来吧 让三老爷劝劝 下人应了一声 不出一炷香的功夫 姚姨稳走进来 刚要捧起药碗 床上的姚老太爷睁开眼睛 须眉仿佛都要树立起来 挣扎着向姚依文挥手 走 走 走开 父亲 姚依文走到床边 父亲不能不吃药 要吃药才能好得快些 太爷说吃药配合针灸 等到春天的时候 父亲就能下床走动了 姚老太爷将头扭了过去 姚依文僵力在那里 蒋姨奶奶 下人进来说 蒋姨奶奶 您家里来人呢 姚家门前 有人伸出手 扣向了姚家大门 一辆轻微马车 两个婆子 一个下人 在旁边等着姚家人进去禀告 拉车的马不停地甩着尾巴 姚家下人出来张望 想要知道马车里坐着的是个什么人 蒋姨奶奶的家人 老太爷的妾室娘家 并不算是姚家的亲戚 不过老太爷身边的管事早已经交代下去 蒋姨奶奶会请家里的人来给老太爷送药方 大家正张望着 管事快步地走过来 指挥婆子 快 快将蒋小姐接进门 听得管事的声音 婆子上前撩开了车帘 紧接着一个十二三岁上下的小姐 弯腰从马车里走出来 蒋姨奶奶正等着小姐呢 管事妈妈上来说 蒋小姐跟着管事妈妈走进那宅 到了第二进院子 已经有下人提着灯 等在月亮门 小姐快进去吧 丫鬟侧脸望过去 蒋小姐梳着单逻辑 只是简单的打扮 显得十分的质朴 身上鹅黄色的场衣 显然不是很显眼 仔细看过去 又落落大方 这就是蒋姨奶奶的家人 谁都知道 蒋姨奶奶也是生在光幻之家 这蒋小姐真的有些光幻家子女的气势 多年前蒋家获了罪 老太爷收留了蒋姨奶奶 过了几年 蒋家人也找上门 要将蒋姨奶奶赎出去 老太爷却不肯答应 蒋家是拖了老太太的娘家出面 不想事情没办成 老太爷还将老太太骂了一顿 说老太太心胸狭窄 连个妾室也容不下 家里闹成了一团 族里的二老太太还亲自过来 问过几次 后来是因为蒋家又出了一些差错 蒋姨奶奶的哥哥被远调去西北认知 这场风波才暂时告一段落 听说蒋家人临走之前撂下话说 老太爷现在不肯放人 将来定然要后悔 开始大家还在私下里议论 后来蒋姨奶奶搬去了庄子上 蒋家人也没了什么消息 整件事慢慢地被人淡忘了 现在蒋姨奶奶娘家人上门 不知又是为了什么事 下人上前撩开帘子 蒋姨奶奶一眼就看到帘子后面的蒋静鱼 姑奶奶 蒋静鱼上前行礼 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娘家人 蒋姨奶奶有些恍然 半嗓了才说 就你自己来的经历 和族里的妻婶一起来的 妻婶将我送到了姚家门口 自从出了那件事 蒋家一直不愿意和姚家来往 药方我带来了 蒋静鱼看向身边的丫鬟 丫鬟立即将手里的药方递过去 姑奶奶让太医院的太医看看 这炙热病的方子到底能不能用 蒋氏合手 这才想起来 快屋子里坐坐 我让人倒茶口来 两个人坐下来 蒋氏才问起哥哥 家里都好吗 你四伯在西北好不好 四伯要掉进京了 蒋静鱼笑着说 听说要疏通河道 朝天看中了四伯的奏折 就照了四伯进京 族里陆续会有人进京打点 二伯说 希望这次四伯不要再回去那么远的地方 看着蒋静鱼扬起的眉毛 蒋氏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你呢 你现在怎么样 蒋静鱼点点头 执孙女跟着外祖母学了些衣礼 平日里多数在家里看书 这次接到姑奶奶的信 正好我们蒋家族人也要进京 外祖母就让我将方子拿过来 光是拿方子不可能这样千里迢迢的进京里 蒋氏看着蒋静鱼 是为了你祖父平反的事吗 蒋静鱼喊手 蒋氏脸上顿时浮起笑容 这就好 这就好 蒋家说不定这次又能重新兴旺起来 从前 伯父音谈和上风被诬陷摊没 父亲为了救伯父也被牵连 蒋氏两兄弟就这样一起被流放出京 到了流放地不久 身体不太好的父亲就去世了 族兄上下打点 也没能让伯父和父亲的案子起死回生 直到族兄遇到了端王 重新被启用 本以为蒋家从此之后会扬眉吐气 谁知恰逢先帝驾崩 紧接着是万太妃和端王 焦招乱楚 族兄因是端王提拔 也就多少受了牵连 被发去了西北做了个羊马的小官 如今皇上的皇位已经坐稳 端王的事总算是烟消云散 趁着朝廷整肃草粮 说不定族兄真的会被朝廷启用修制和道 姚老太爷咳嗽的声音传来 蒋氏看向内室 蒋静渝说 姑奶奶能不能将老太爷这几日吃的方计 拿给我瞧瞧 贺老太太很喜欢静渝这个外孙女 蒋家出世之后 贺家就将静渝接过去住 静渝跟着老太太学医礼 有时候还会开开方计 贺老太太得了风急 都是静渝在床前释放 蒋氏点点头 吩咐下人将方子拿来 蒋静渝坐在景物上仔细地看着 丫鬟过来捡了灯芯 看着蒋静渝 蒋氏的目光越来越柔和起来 蒋家小姐过来了 给老太爷送了方子 张氏听着银柜禀告 张氏点了点头 等着丁妈妈过来说话 半晌 丁妈妈才进门 七小姐将孙妈妈和丹柜送去了柴房 让从泰星过来的婆子审问 用泰星过来的人 这样他就不知道柴房里面 到底是什么情形 孙妈妈和丹柜可怎么办啊 严贵不禁着急起来 怪他们自己 我说了多少次 在我身边做事 不要出什么差错被人抓住 既然是我身边的人 就要比别人更谨慎 丹柜跟着点头 是他们疏忽了 可谁都没想到 会是这种结果 万年那边还有什么消息 张氏问过去 七小姐在忙着做茶叶的生意 今年的茶选就要开始了 丁妈妈看着张氏 沈家几个铺子都要改成茶铺 真的要靠着茶叶赚大钱 张氏不作声 谁都想要在盐和茶上发家 可不是人人都能将路子走通 沈家曾是扬州府有名的盐商 现在怎么样 还不是家业日渐的衰落 经理卖茶的铺子已经不少 不管用出什么样的花样都不新鲜 他就看姚婉宁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将沈氏都没有做起来的铺子做火 张氏擦了擦眼角 去跟老爷说 我亲手熬了莲子米 请老爷回来吃 老爷最喜欢吃莲子米 尤其爱他熬的味道 他这样让人去请 就等于是放低了姿态 老爷应该明白这里面的意思 丁妈妈从屋子里退出去 张氏看向银柜 叫我那间银红 似合如意的小偶拿来换上 他置办冬天的衣裙 老爷看上了那银红色的 鼠锦料子 他依着老爷的心意做了件小偶 就压在箱子里 还从来没穿过 张氏换好衣服 丁妈妈也从书房里过来 太太 老爷从七小姐屋子里出来 又去了老太爷那里 现在就叫了幕僚 在书房里商量正事 丁妈妈婉转地表达着意思 也就是说 老爷不会过来 张氏说 亲一娘 养一养那边说一声 让他们早早歇了 姨娘那里不能去 老爷最后还是要到他屋里来 只要老爷过来 他就有把子将老爷哄住 丁妈妈下去安排 张氏就坐在暖炕上做针线 缝的是欢歌的小衣服 小小的衣衫看起来是那么的精致 灯下的张氏也变得柔和起来 张氏慢慢地坐着 耳边传来银贵的声音 太太 太太您去歇了吧 七小姐那边的下人 伤得厉害 让老爷请了两次郎中 听说七小姐也受了些伤 老爷让人 才送了伤药过去 姚婉宁这是在她头上浇油 喂的就是让老爷 时时记得这次的凶险 老爷让人在书房里准备了被褥 要在那边睡了 张氏看向沙漏 方才还昏昏欲睡 现在一下子就精神起来 婉宁将郎中拿来的药粉 给洛宇上好 洛宇很快就睡着了 婉宁这才放心回到暖阁里歇想 刚刚躺在床上 就听到外面童妈妈的声音 小姐刚刚睡下 然后是管氏妈妈的声音 老爷让奴婢送来压惊的药 若是小姐睡不安稳 妈妈再将药给小姐吃下 保准能让小姐睡到天亮 童妈妈说 小姐若是还不能安睡 我就拿过去用 管氏妈妈点点头 辛苦妈妈照应了 婉宁听着管氏妈妈离开时的脚步声 片刻功夫 同妈妈就进来 小姐 人已经走了 这下可以落栓了 您怎么知道 老爷会让人过来 父亲的神情很是自责 为了让他自己心里舒坦些 定然会多关切他 这一直都是祖父父亲思考的方式 她不是母亲 没有对寄予幻想 所以看得更清楚 也不知道 这贺大年那边怎么样了 万宁低声地说 小姐放心 定然不会出差错 童妈妈咽了咽 万宁的被子 万宁笑着闭上了眼睛 暖暖的被窝 让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贺大年没有睡觉 两只眼睛熬得通红 不停地倒茶来喝 你去歇着吧 这里我盯着就好 焦五应说着 向四处看去 伙计们都已经昏昏欲睡 贺大年抿了抿嘴 不行 小姐交代下来的 我哪里能假手旁人 小姐跟着小老孩打了赌 我到底看看 这小老孩有多少的本事 焦五应不禁失笑 是小姐吩咐的 让你去歇着 我在这里等 这两日铺子都要开了 小姐定然会来看 你没有精神 怎么护着小姐 别又出了昨日的事 贺大年的眼睛顿时瞪起来 很快却又低下头 焦掌柜这话说得没错 贺大年站起身 那这里就交给焦掌柜 看着贺大年带着人离开 焦五应不禁笑起来 还是小姐最了解 贺大年的心思 若不是小姐教她这样说 她还劝不走 贺大年这个倔脾气 焦五应刚想到这里 只听屋子里传来呼声 出来了出来了 顾不得询问 焦五应立即向屋子里跑去 最后一样东西 将这样东西做好了 沈家的茶铺子就要开张了 昨晚一夜都没安睡 两天的觉攒在一起 晚宁觉得比往常睡得更沉了些 再睁开眼睛 已经日上三杆 晚宁才从床上坐起来 外面的洛英听到响动 立即进来服侍 洛宇怎么样了 已经好多了 洛英脸上有了笑容 疼得也不比昨日 正在床上歇着 小姐就放心吧 晚宁点了点头 穿好衣服去看洛宇 然后吩咐童妈妈 将花盆拿过来 也就是我们小姐 会想要种这些东西 洛妈妈仔细地看着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小姐种的到底是什么 花厅大 就摆在这里 过几日等养好了 再挪进我屋里 难得她今天有时间 来摆弄花草 兰帆五种 各有主制 微兰石专曲 路兰镇 这应该是松兰 清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晚宁转过头去 穿着鹅黄色场衣的女子 笑着站在那里 皮肤白皙而细腻 眼睛十分的明亮 场衣上的一层白胡的领子 贴在她脸上 让她整个人都多增了暖意 晚宁还没见过 这样漂亮的女孩子 女子见了还会觉得惊叹 不知男子见了会如何 那是大清 是要用做大清夜吗 松兰立烟 大清夜解毒化斑 懂得草药的人 才能认出松兰和大清夜 晚宁点点头 蒋静宇先向晚宁行礼 我是蒋姨奶奶的侄孙女 叫静宇 家里都换我鱼姐 晚宁还礼过去 姚家行妻 都叫晚宁 两个人见了面 蒋静宇就走上前来 我的家中野中草药 蒋静宇将小小的土产 递给了晚宁 不过到冬天就没有了 你是怎么做的 现在还长得这样好 说是蒋家人 仔细看起来 真的和蒋姨奶奶 有几分的相效 只不过比蒋姨奶奶 更漂亮些 年纪相仿 又都知道要理 说话就轻松很多 晚宁说 入秋之后 就在暖房养着 屋子里有了地龙 这才搬过来 怪不得 扬州很少有人家烧地龙 你住在扬州 晚宁问过去 蒋静宇何省 其实我知道 曲小姐 在扬州的时候 听秦武先生说了 秦武先生坐堂的药铺 就在我外祖母家药铺的旁边 后来整个扬州城都在传 有一位小姐不用药食 就能给人治病 原来是听秦武先生说的 蒋静宇认真地看着晚宁 昨晚进京就想去看齐小姐 说着微低下头 我这个人存不住话 我就是想知道 不用药食也能治病 这是真的吗 晚宁点头 嗯 是真的 蒋静宇的脸一下子红起来 很是高兴 蹲下身来问晚宁 我看你还有不少盆 下人也不懂得这些草药 我能不能帮帮你 听着蒋静宇柔软的声音 晚宁点头 嗯 你不嫌脏就来做 不怕 蒋静宇说 我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要种大青叶和松懒 经理冬天 会经常用这样的药吗 没想到